苏小叔趁美馆室不注意 轻轻拍了拍林小竹的背 表示安慰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就被叫起了床 洗漱之后便被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 拧到山边去拉链 林小竹直到他们都出了门才起床 洗漱之后 手脚麻利地将院子扫了一遍 又在井里打水 冲洗了浴室茅测 便开始在房间院子里四处打转 一百九十枚铜钱 分布均匀地缠在腰上 倒也不显得鼓掌 但总是这么随身带着 也不是个事儿呀 他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倒是袁天也答应给他的 一百文当幼儿的报酬 还没有送来 那家伙不会赖账吧 要是再没动静 他得找机会问他要去 顺便讨点利息回来 比如不用充毛策什么的 也不知道袁天也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倒是有钱 这山庄的墙壁全由青砖索起 林小竹满院子转悠了一圈 再将他住的寝室的墙壁拍了一遍 倒在他跟苏小叔床铺那一边的墙上 找到了一块松掉的砖 将砖头抽出来 敲掉半个 将钱放进去 再到院子里调了些泥浆 把砖头的两边给糊住 塞了进去 用布子将四周一抹 哪怕是仔细看 也一点看不出来 将这件大事做好 林小竹心里安定了下来 将自己洗刷干净 回到床上躺了下去 等寝室的人一个个 哎呦哎呦地叫唤着回来的时候 他又睡了一大觉 啊 林小竹 幸亏你不用练功 我这腿呀都快要断了 苏小叔一进门就直嚷嚷 说完眼睛还不忘邪腻李灵儿一眼 这位姐姐还没有忘记 昨晚上李灵儿讽刺自己的事呢 被人这样护着 林小竹心里暖暖的 爬起来冲着腮帮子 将大家都打亮了一遍 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好奇地问道 都练些什么呢 还能练什么 要这样 五彩云正要给林小竹 做个示范蹲个马步 却哀呦一声 小脸皱成了一团 捂着腿的 哎呀 不行了 疼死我了 要那样蹲半个时辰 然后教个练气的法子 要大家晚上睡觉之前 练一个时辰 室友周玉春接嘴道 小竹 小竹 还是你好 不用这么辛苦 五彩云口气 五彩云口气酸溜溜的 昨晚听到美馆师的宣布 他还挺高兴 公子对林小竹 另眼相看 总让他心里不平衡 所以当时 虽然没有跟李玲儿 出言讽刺 他还是挺幸灾乐祸的 可现在 他都要怀疑 是不是公子特意吩咐过 不要让林小竹 受这份累了 林小竹笑笑 没有作声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样的道理 他还不想要教导 给五彩云听 五彩云 你羡慕他 你愿意去练功夫 还是愿意 干那又脏又臭的活 李玲儿撇了撇嘴 阴阳怪气地 说了一句 一拐一拐地 回到自己的铺位躺下 当然愿意 干那林小竹这份活 大家抬眼看着 躺在铺位上 两个脸蛋 红扑扑的 明显 才刚刚睡醒的林小竹 揉着像是不属于自己的 又酸又脏的腿 在心里应当 大家都累了吧 辛苦辛苦了 你们的碗里 我都打了水呢 就等你们回来喝呢 林小竹也不接 李玲儿的话茶 从床上翻身下来 笑咪咪地说 大家都坐着别动 我给你们递过去 说完一碗一碗地 将水递到 每个人的手里 谢谢小竹 小竹 你真好 累了半晌 有水喝 还有人给递到手边来 等自己喝完 又把碗给拿回去 林小竹的这份关怀 和体贴 顿时赢得了 所有人的感激 李玲儿 将每个人都有水喝 唯独露了她的 林小竹 跟没看见她似的 给其他人 滴碗水 就回到了自己的铺上 明显就是故意的 不由得 七个道样 听得大家 对林小竹的 夸口称赞 车起被子 连头带脚地 蒙了进去 来个眼不见 心不烦 可还没等她 躺得舒服呢 外面又响起了 美管师的声音 大家都出来了 道愿你来排队 动作要快 只得任命地 爬了起来 跑出门去排队 见大家的动作 很迅速 美管师满意地 点点头 道 一会儿大家 跟着我走 到我指定的地方 站好 听公子熏话 公子熏话的时候 不能说话 不能东张西望 身体要站直 认真地听讲 有违反者 轻者饿饭一餐 以示惩罚 重者 听后公子的发落 听得能见到 传说中的公子 小姑娘们 都很兴奋 看到大家兴奋 胡彩云 就跟打了 鸡血似的 异常的得意 见美管师 领先出了门 回过头来 红着脸 晶亮着眼睛 对大家道 哼 昨天 我们就是跟公子 一路回来的 真的吗 公子长得什么样 他多大了 大家更兴奋了 一边跟着队伍 往前走 一边向五彩云 七嘴八舌地问道 五彩云 偷偷看了 林小竹一眼 见他悠悠闲闲地 走在队伍的后面 还时不时地张望一下 那高高的青砖墙 放心地转过头去 得意地把 袁天野的样子 描述了一番 换来了大家的 一阵惊叹 林小竹看在前面 凑在一起的脑袋 嘴角笑了笑 这样的生活 如果一直能这么过下去 那该有多好 前世中学时代 哪怕是跟同学之间的 斗嘴摩擦 与不愉快 等到毕业之后 回想起来 仍是美好的 令人怀念 所以 即使有李灵儿的挑衅 吴彩云的嫉妒 看在他眼里 也不过是 生活的调绘剂 让生活 更有滋有味而已 不过 这样的日子 能过多久呢 买了他们来 这样教他们功夫 教识字 教规矩 这样的 好吃好喝的工程 原天也要他们做的 不会是 普通的侠人吧 好喝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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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的工程